大家好,欢迎来到千锋教育,软件测试的视频培训课程 本章节我们主要讲解软件测试的分类 讲解之前呢,我们先关注一下 有一个千锋软件测试学习营的QQ群 群号是761082948 这个群里边集合了我们业内很多的同事 以及测试的大牛 大家加入群里边呢,可以相互交流 做一些知识的分享 以及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大一 当然,群里边我们会提供很多的测试学习资料 大家可以联系群主,免费索取这些测试资料 好,进入我们课程内容 本章节我们要讲解的知识点一共有四个 第一个,我们说一下什么叫软件测试分类 其次讲解软件测试的生命周期 软件测试的原则 以及软件测试人员的职业发展 好,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叫软件测试分类 对于我们软件测试而言呢 有以下几种类型的划分方法 包括按照开发阶段进行划分 按照测试技术进行划分 以及呢,你的被测代码是否运行进行划分 还有软件特性进行分类 好,我们先看第一个 如果按照开发阶段划分 我们主要分成这么几个阶段 第一个是单元测试 第二个集成测试 第三个确认测试 第四个系统测试 第五个呢,叫验收测试 我们分别来说明一下 首先说一下单元测试 PPT中讲解比较清晰 是吧,单元测试又称叫模块测试 它的测试对象 是针对软件设计中的最小单位 即程序模块 进行相应的测试工作 当然啊,这个最小单位 一般而言呢 我们可以最小到哪个程度呢 就是我们编写的函数 例如我有加法函数 减法函数 这些函数 一般来说就是我们 单元测试里边的测试对象 也是它的最小测试单位 关于这些函数 我们在单元测试中 做哪些工作呢 主要包括这些内容 我们要检查 是否实现了详细设计中 针对这个模块 或函数的相应功能 性能 接口 以及设计约束 这些要求 例如 我们这个函数呢 是做除法功能 我输入 4和2 两个参数 那它给我返回的结果 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返回一个2的值 对吧 当然 如果我输入 4和0 这么两个参数 我们知道 在除法中 分母 或者说 这个除数不能为0 那么 如果我输入4和2 我的系统 或者说 我被测的这个函数 它不应该直接报错 或者说呢 产生一些异常信息 而应该给我提示 相应的内容 或者说呢 给我一个返回 确切的结果 说 你的除数 为0 不符合我的设计要求 那么 这个测试呢 实际上 我们检查 模块的功能 以及呢 接口部分 它参数的调用 是否合理 好了 单元测试的目的呢 是要从程序内部结构出发 进行设计测试用力 我们知道 每一个函数 实际上 它的内部逻辑 我们能够画出 一些流程图 针对这些流程图 如果我们有单元测试的思想 我应该可以便利 流程图里边的 每个分支 或者说 每个路径 它的本质上就是什么呢 便利 我们系统 函数里的 每一行代码 以及代码之间的 相应组合 如果把这些内容 都覆盖到了 我们才说 整个单元测试的对象 或者说 这个函数 被我们测完了 当然呢 也可以多个函数 平行的 进行独立测试 我可以 同时测几个函数 这都没问题 如果说 每个单元测完了 下边我们的测试呢 叫集成测试 顾名思义 是把前边 测好的 这些函数 或者说呢 这些模块 进行组装 它是在单元测试基础之上 完成的 当然 这个组装 我们应该是 有序的 一种递增的测试 组装的时候 由少 到多 逐层递增 实际上 这个集成测试 测的是什么呢 就是程序单元 或者部件之间的 接口关系 来举个例子 那么 假设我们有一瓶 矿泉水 这个矿泉水呢 它有两个单元模块 一个是瓶身 一个是瓶盖 如果说 我对瓶盖和瓶身的测试 叫做单元测试 分别测瓶盖 没有问题 我单独测瓶身 也没有问题 那么 把它们俩 偶合到一起 是不是就没有问题呢 我们可以想象 不一定 对吧 万一你的瓶盖做大了 瓶身做小了 它来拧不到一起 或者拧到一起漏水 是不是 这里就出问题了 所以说 虽然经过了单元测试 每个模块 我们检查都检查到了 但是这些模块 合到一起的时候 不一定 就不出问题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检查 它们的接口 像你的瓶盖和瓶身 之间那个螺旋的部分 实际上 就是它们之间的接口 所以说 集成测试 主要测 接口 是否合适 然后呢 我们需要 逐步 集成为 符合 盖要设计要求的 程序部件 或者整个系统 那么 我要从少到多 从小到大 把这些测试好的单元 逐渐进行集成 集成到最后 就是我们整个系统了 好 这是集成测试的 一些概念 后边 我们再看 还有确认 系统和验收 这几个测试 关于确认测试 实际上呢 在我们前面讲的 生命周期模型 V模型中 它是没有确认测试 这个阶段的 但是在W模型 或者我们一些 国标文档中 会有确认测试 在咱们国标文档中呢 它把确认测试 还有一个名称 叫配置项测试 确认测试呢 在这里边单独提出 我看 我们看一看 它有什么作用 首先呢 确认测试啊 还有一个别名 叫有效性测试 它的特点是在什么环境呢 注意 它的特点是在这 模拟环境 我们简单再看 下边系统测试 是在什么环境呢 真实环境 所以说 它们俩的区分标准 一个是模拟环境 一个真实环境 测的对象呢 还是整个软件 它的所有功能 以及性能 是否与用户预期 达到了一致 只有确认测试 没问题以后 我们才进入 下边系统测试阶段 紧接着我们看系统测试 系统测试啊 它测试的对象 还是完整的一个系统 都集成完的系统 它的特点是 在真实环境下 同时呢 它主要检查 完整的程序系统 是否和这些硬件 外设 网络等等 能够正确配置连接 满足最终用户的需求 这个过程 我们叫系统测试 实际在我们 整个阶段划分中 系统测试 往往是咱们测试的 一个重点 包括公司里的 大部分测试人员 实际它的工作中心 或者说主要工作内容 都集成在系统测试 这个阶段 最后一个呢 是验收测试 他说验收测试啊 是产品检验的 最后一个环节 当然嘛 验收完了 是不是我们整个项目 测试就结束了 验收测试的做法呢 它主要是按照 项目任务书 合同 以及双方的约定 这些验收 依据文档 来对整个系统的测试 进行评审 对整个系统的测试 和评审 来决定呢 客户是否接收 或者拒收系统 一般验收测试啊 在项目中呢 是由最终的客户 来完成的 因为他们提出的是 原始需求 所以呢 他针对当时提出的需求 进行验收 看是否可以接收这个系统 这个过程是针对客户的一个验收环节 当然呢 有些产品 例如我们做的Word WPS 这种 它不是一个项目 这种产品呢 它是面向大众 谁都可以购买 实际上我们去买 Word 或者Office 这款工具的时候 你需要对微软 进行验收吗 没有 你交钱就卖就行了 对吧 所以针对这种产品 类型的软件啊 往往呢 在这个环节中 不是针对客户 让你进行验收 而是分了两个细节 一个叫Alpha测试 一个叫Beta测试 那么这是针对产品 常见的两个环节 实际呢 有点验收的意思 Alpha测试呢 我们一般是倾向于啊 把一些潜在的客户 还请到我们公司里 在公司内部呢 帮我们去检查一下 这个软件 或者说 试用一下这个软件 看用的过程中 有没有问题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咱们的内部人员 即你的开发人员 或者测试人员 在工作中啊 有些固有的思维 举个例子 可能呢 我们整天看到 需求规格说明书 我们也知道 什么叫显示需求 隐时需求 这些名词 因为我们建的过于平常 所以在脑袋里 自然而然就认为 这是一个很easy的词 但是这些词 如果出现在 你的操作手册 或者用户文档中 用户看到以后 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 哟 什么叫需求规格呀 什么叫函数啊 什么叫模块啊 他对这些 我们业内的专有术语 他是不清楚的 而这些专有术语 可能我们测试也好 开发也好 一般是发现不了 这个问题的 那么这时候我们进行 alpha测试 请客户来看一看 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文档 如果有这种类似的问题 通过客户的角度 可以帮我们提出来 当然整个环境 因为在公司内部嘛 所以我们认为 它是对内 可控的 与alpha测试对应 还有一种测试呢 叫beta测试 beta测试呢 实际上就是我们把软件 已经推向市场了 很多游戏 它有一些公测版 对吧 这个阶段呢 往上免费的 这个阶段的测试 实际上呢 它已经是对外了 而且客户用出问题以后 往往不会给我们 所有的问题 都进行反馈 那么这个环节是对外 相对而言是 不可控的一个环节 我们管它叫beta测试 这两个字怎么写呢 一个叫alpha 一个叫beta 实际上就是两个 我们数学用的希腊符号 alpha beta gamma 它们的写法 好了 这个是针对产品而言的 验收测试 它有两个小环节 alpha测试和beta测试 这是呢 按照开发阶段 我们分成了相应的 这么五个测试阶段 继续 我们按照测试角度来看 如果按照测试角度呢 我们把测试啊 分成黑 白 灰 这么几类 从测试技术而言呢 如果说 我们备测这个软件 它里边的代码 对于我们测试人员 是不可见的 一般我们就管它叫黑核测试 当然 如果代码可见 你可以看到程序 内部的逻辑 那么这种测试 我们叫做白核测试 还有一种灰核测试 是介于白和灰之间 先详细 看一看PPT 说黑核测试嘛 它是检查的是什么呢 通过软件的外部表现 来发现缺陷和错误 你只能看到它的外在 里边 内部逻辑 它的代码执行顺序 我们是看不着的 所以说呢 把整个测试对象 是看成一个黑黑的盒子 里边是完全不透明的 这种测试不考虑 程序内部逻辑的 另外呢 我们黑核测试着眼点 是在程序的界面 这个界面呢 有时候我们也叫 用户接口 我们在界面上 通过进行相应的输入 处理 观看输出 来进行测试 统成叫黑核测试 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我们看不到 程序的内部逻辑 所以我们需要参考一个文档 是需求规格说明书 我们拿到这个规格说明书 对照它里边的要求 来进行外部测试 下边 这是白核测试 白核测试呢 既然是白了 这个盒子就透明起来 我们可以 透过这种表象 看到里边的 内部逻辑结构 这样以后呢 我们在程序内部 进行分析 检测 来寻找问题 那么这个方法呢 实际上我们看 有这么几种方法 第一个呢 它的结构 及路径 是否正确 我们知道 所有的 单元 或者说函数 我们在测试的时候呢 函数的里边 内部程序逻辑结构 可以形成一张流程图 上面我们也讲了 形成流程图以后 实际我们就已经看到 这个函数的内部结构了 所以叫白核测试 既然看到结构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便利 里边的每一条语句 每一个分支 以及每一个路径 如果我把所有代码 全部测到 每行代码 我都测到了 而且代码 之间的组合关系 我也测到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认为 整个的函数测试 完成 实际这个测试过程 我们管的叫 白核测试 当然呢 在做的过程中啊 我们也需要 参考一些东西 参考的 常见的是呢 一些 设计说明文档 所以说白核测试 又叫结构测试 这里我们也 稍微演示一下 拿画图描述一下 好了 假设程序结构里边啊 我直接拿画笔 这是一个判断 对吧 里边条件不写了 左右 两个分支 好 每个分支里边 可能会有语句 下边又有一个 一幅判断 这里边 它也有一些 语句 在分支的两端 好了 实际我们看 这个流程图 它一共拥有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五行代码 那我们测试的时候 是不是两个用力 例如左边 一个用力 右边 一个用力 就把所有代码 都测到了 这是一种覆盖方法 还有一种 我们看它的路径 这张图路径 我可以先走上边 左半部分 再走下边 左半部分 这是一条路径 同时 上边 走右半部分 下边 走右半部分 这也是一条路径 第二条 第三条路径呢 上边 走左半部分 下边 走右半部分 第四条路径 大家都看到了 上边 走右半部分 下边 走 左半部分 实际形成 几条路径呢 四条路径 这四条路径 相当于 不但把代码 全都覆盖到了 而且代码 之间的逻辑关系 它们的组合关系 也测到了 当然 路径覆盖的时候 实际它的成本 会很高 一般公司呢 可能不一定 能达到路径覆盖 这么一个充分度 而只达到语句 或者分支覆盖 这么一个程度 好 输完白盒呢 下边就是灰盒了 实际灰盒 它是一个中间地带 可以看到呢 是介于 黑白之间的测试 那么 能看到代码的多少 实际就是 灰度的体现了 我们看 灰盒测试 它主要关注于什么呢 输入的正确性 同时也关注内部表现 但是呢 我的关注点 不像白格 那么充分完整 可能只是一些 简单的表面现象 通过一些现象 预置 标志 来判断 内部运行的状态 这就是属于 灰盒测试 好了 这就是我们按照 测试技术划分 出现的 黑盒 白盒 灰盒 三类 测试划分 全部 都 都 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